感谢各位一年多来订阅追踪的朋友 你们长时间的观看 让我的YouTube频道 得以开通这个专属会员的功能 那我可以坦白说 YouTube的会员功能 本身没有什么实质作用 但是你捐献的一小步 是支持重度生脏者生活的一大步 也是打造一个成功的案例 让我们生脏者 就算在家 也可以有生存的空间 生活的管道 是对生脏者自力生活的一份助力 那各位也可以按影片下方的 超级感谢 用每个月一杯饮料的钱呢 来支持我们 鼓励我们 让我们有创作更新的动力 也让我们有生活的空间 大家好 今天我们现在来教 现在非常强大的模型 现在这个模型呢 已经可以出中文字了 真的是非常强大 那这个模型呢 是阿里巴巴开发的模型 然后叫做千万 这里呢 都有它的范例 它已经可以完整的 很高的几率生出了 字体呢 是没有问题的 那现在也有这个支援 Comp UI 只要你Comp UI 更新到最新就可以 直接使用了 就像这样 把这个图呢 直接拉过来 丢进来 然后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那它的模型位置呢 这里也有教你 跟你说在哪里 就是要下载这一些模型 然后这是加速的Lola 发布都可以跑完了这样 那模型呢 就是放在Comp UI 这些model下面 这些model下面 Diffusionmodel 还有这个Lola VAE Test Encoder 这一些 这一些 这里 你自己的model 自己进来 自己放进去就可以了 然后下载位置呢 它也都已经 帮你整理好了 就是直接按下去 就可以下载 完全没有问题了 那你如果喜欢 喜欢进去Hotting Face 慢慢看 也可以哦 这里进来 这里就有 它的Diffusionmodel Test Encoder 这里 大家就进来 这个Spirit 这一个 File档 进来这里看就好了 那我16G 我是只能跑这个 比较小的模型 这样 我16G的显卡 是可以跑这个 但是呢 VRAM也是快要吃完的 所以呢 如果显卡比较 小的朋友呢 各位啊 我有帮各位 找到这个量化模型 那有兴趣的 可以去用这个 量化模型 那我们呢 来跑一次 这个效果给各位看 可以看到 我这里呢 模型就是放在 它说的位置 你就是都放在 它说的位置就对了 Model Diffusionmodel 因为我有共享硬碟啦 所以呢 我不是直接装在 COMVUI的资料写 那各位如果是用 COMVUI的目录 的话你就是直接 放进来就好了 按照它说的这个 这个路径 你就直接放进来就好了 这样 那我们来跑一次看看 我这里呢 就是写一个东方的美女呢 然后在春年写按赞订阅 那我们可以再跑别的图看看 好 我们现在提示值改这个 我们来看看效果 好 的确是这个非常的强大 没有问题哦 那值得注意的一点呢 就是说它这个Layton的尺寸呢 它这里呢 要注意的就是它这个尺寸哦 根据它原生的文件呢 它有说你必须要用这些尺寸哦 就是这些尺寸这样 这个是它原生的 这个模型训练的 这一些尺寸 所以呢 你必须要填 这些尺寸比较适合 它这个建议值呢 都有写在这个 COMVUI资源的这个节点 这样哦 那这里也有 就是大家就要去参考 这些尺寸要去设定这样 不建议自己尺寸乱设 这样 好 然后我现在来示范GGUF给各位看哦 现在这个GGUF呢 就是根据我找到的 现在这个GGUF就是用我找到了这里 我现在用Q5哦 然后呢 各位要直接使用是不行的哦 记得GGUF 你自己的GGUF插件 记得哦 你自己的GGUF插件 记得你自己的GGUF插件要更新到最新哦 才可以使用哦 就是这个插件 记得一定要更新到最新这样 那我们有说过 他的这个官方网站有给我们这个发布加速ROLA的下载地点嘛 那我有帮各位找到四步 也就是更快的哦 那大家自己看你要用哪一个哦 都可以 那我这里用四步就非常的快哦 然后这是我跑出来的范例 我可以跑一次给各位看哦 好各位可以看到哦 非常的漂亮哦 那我们跑了多久呢 我们跑了87秒哦 非常的快哦 有没有 又漂亮 然后又有中文字 很赞 那又这个又只是量化模型 所以呢 有兴趣的呢 可以去试试看啊 根据这个这个模型呢 上面有人是说这个Q2的哦 8G就可以跑了 所以大家可以去去试试看啊 然后真的很好玩 那如果电脑规格不够真的想玩呢 也可以去千万的这个平台哦 就是他们的ChartGPT阿里巴巴做的哦 然后你也可以直接去跟大家留言 然后他也可以帮你写 那就是说呢 呃某些字体还是剪体字为主啦 这样哦 那我连这个模型的安装方法也交给各位了哦 那然后这个模型主要用的呢 就是千万的大模型啊 他主要用的就是千万的大模型 那这个呢 没有24G 48G 这是不用跑的 那我安装方法也是跟各位说的 那有需要的自己再看后面的片段啊 那如果觉得我影片对各位有帮助的话呢 请帮我订阅分享按赞 谢谢各位 CompiWire的支援节点呢 这个千万的Image这个 那我们就是按照他的说明来装哦 那各位要注意哦 你要装任何的插件你必须要开这个虚拟机哦 才不会把你主系统给玩坏哦 好那我们就要进去CasterNode cdCasterNode 那我们要GizClone哦 好那我们现在呢 照他说的哦 要进去这个 这个 目录里面 我们现在照他说的要进去 他的目录里面 然后安装他的 依赖哦 好那我们现在进去 安装依赖 好那我看到这个不要紧张啊 我们来看 这个文件哦 我们把上面这些 这些删掉 然后再存档 那我们再执行一次 好可以哦 因为 里面那些简体字呢 我们的电脑呢 没有办法处理某些 支援 所以呢 我们把简体字砍掉就可以了 好的 这样就安装好了哦 那我们现在来看呢 他现在要GizClone 这个主模型哦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他这个主模型哦 我们现在要GizClone它 然后可以跟各位说我已经有试过了哦 16G是跑不动的 我的电脑是跑不动的 所以呢 我就是把安装方法 试一次给大家看 然后有兴趣的呢 显卡够大的呢 可以自己去安装 跑跑看这样 那如果觉得我的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 请帮我订阅分享按赞 谢谢各位